养红长的花友应该经常会发现红长的根基部 这个部位经常会长出非常多的侧芽出来 那么这些侧芽我们到底要不要牛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侧芽的话 它本身比较弱 这个时候它还没有什么根 它吸收养分全部都是靠母猪来提供养分给它生长 那么它就会消耗整个植株的一个养分 然后不利于你的红长后期生长和开花 其次就是这些芽它是很难养大 所以我们在养护过程中 如果发现底部长了这么多的侧芽 一定要及时清理干净 但是大家注意我们不能够用剪刀剪 用剪刀剪它还会继续长 我们最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拔 把它从底部把它拔出来 这样就是把它连根拔起 要不然的话它还会继续生长长大 消耗植株养分 所以把它侧芽直接用手把它拔掉 除干净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留侧芽的话 我们一般一颗植株 我们留一个比较健壮的侧芽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